說到Mini現行的F56世代的Mini是在2013年11月登場的 較上一代多出了增添實用性而生產的五門車型 那這五門車型代號也變成了F55 那隨著時間推移加上先輩市場競爭激烈 今年初底特律車展的時候 Mini也發表了小改款的車型 那在國內市場的方面 總代理範得也相當快的速度 導入了小改款的Mini三門和五門車型 並且連同敞篷車型和三門的性能款 John Cooper Works都同步開始接單 那建議售價分別是113萬到最貴的敞篷車的 Cooper S179萬 那我們這一次試駕的車型呢 是Cooper S的五門車型 那首先我們看到外觀 F55世代的五門車型 將車門改為有框的設計 與三門車型的五框設計就不太一樣了 在車頭的部分 小改款的Mini換上了新造型的LED頭燈 具有遠光燈自動遮蔽的功能 而且它也有環形的LED日行燈 那這點看小改款之前是最大的不同的部分 那車側的部分我們來看到 Mini Cooper S擁有與方向燈整合的 專屬葉子版明板 輪胎尺寸是17吋的輪圈 車尾的部分最大的變革在於 尾燈換上了重新設計的 英國國旗式樣的LED尾燈 在Cooper S上也擁有了 上下擾流和中置的雙出排氣管 小改款的Mini引擎採用 CFRP碳纖維複合材質來減輕重量 並且換上扁平化的全新場灰 內裝部分仍是Mini車漆慣用的 圓形的元素來貫穿全車 也採用了多色的氣氛燈 來營造比較活潑的視覺感受 那我們來看到方向盤 它是跑車式的多功能 真皮材質 搭配Cooper S專屬的 類探纖維飾板 展現小鋼炮應有的運動風味 總代理販德也特別導入了 Mini EURUS個性化選配裝置 可以將內裝的飾板 換為英國國旗風格的氣氛燈 中控台上方 6.5吋的繁體中文多媒體平台 周圍還有一圈 隨時用情形變化的氣氛燈 看起來是相當的有趣 在動力配置上 我們這次試駕的是 小改款的Mini Cooper S的車型 它採用的是2.0升 Twin Power的 渦輪增壓直列4缸的 汽油引擎 這是來自BMW集團的引擎 它可以在5000轉到6000轉的時候 可以輸出192匹的最大馬力 在1350轉到4600轉的時候 都可以輸出280牛頓米的最大扭力 所以可以說相當的夠力 另外這一次小改款後導入了7速 Steptronic的雙離合器 自手排變速箱 它讓加速我們覺得更加強勁 檔位的接合更綿密且順暢 原廠將變速箱的設定 我覺得是比較偏向激進的設定 在轉速可以維持在動力輸出的 最佳範圍之內 讓車子顯得更加的有利 底盤方面採用了BMW 針對前驅中小型車開發的 UKL-1平台來打造 經過原廠的運動化調校後 給人近似於好像在開一台 Go-Kart的感覺 也就是說它在這開起來 是相當硬派的 使得在彎道上開MINI 其實可以說是相當輕鬆寫意的 那在高速公路的時候 懸吊組你的腳跳石的車身 是非常穩定的 這點在小車裡面是相當難得的 MINI Cobra S雖然是一部 性能優異的鋼炮 但是如果我們用它的身價來看的話 它的隔音表現確實是平平的 而且整個路感 如果你是開罐日本車 或者是開罐其他小車的人 你會覺得相當的顛簸喔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很追求 個性化的族群 或者是你對於操控樂趣 有特別的追求 那或者是你買來就是當一部 方卡的話MINI我覺得 確實是蠻適合的一台車 操控性很棒 但是它的整個車身的舒適度 可能沒那麼好喔 那另外它的價錢當然很貴 但是可能配備沒有像翔中 那麼樣的豐富喔 但是喔如果你把它視為MINI 它不是跟主流車款 屬於同一類的車 而是走在市場上唯一的 英式古典風格的鮮背車路線的話 那儘管它沒有華麗的內裝鋪陳 或者是說很靈感滿目的安全輔助配備啦 但是MINI Cooper S擁有的 直接和靈敏的這種操控感受喔 透過比較成熟 而且出力豐沛的動力系統喔 它能夠提供駕駛人每一趟 都是充滿樂趣的 這個我相信才是MINI 所要傳達的品牌獨特的調性 那些著迷思到衍著 在推敦的部分 那些東西 我相信臨口 我相信你 我告訴你 你你們兩個這樣 你肯定心聲音 你惯但 proszę 你肯定心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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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姿飄想